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作为她的长辈 但是也是她的好朋友 近日也是现身机场 不同于平日的高冷机场秀 自从在微博po出黑助理的照片后 除了力捧自己新人外 开心熊抱助理都能被助攻到通稿满天飞 而上一秒还熊抱露出开心模样 这下一秒在等车期间 听不到三小只新歌的诺米妈就瞬间变得不开心了 如此变脸速度 难怪大秘密喜欢一人分事多绝 有人在机场熊抱助理 就有人在机场手牵手气有恩爱 自大方成人恋情后的阿萨 近日也是和男友迎来两人的第一次旅行 在夏天还有我的超严实的阿萨 也是低调到尘埃 但还是难逃背派 如果因为太甜蜜 得了幸福肥 那在脱单路上越来越瘦的好姐妹阿娇 将是你减肥的好榜样呀 一波狗粮刚吃到饱 楼下吃雪糕的赵又廷高圆圆夫妻俩 也为你们带来了雪糕口味的奶油狗粮 炎热的夏天 怎能不吃冰冰凉的雪糕 就算我胃小 只要身边的你还在我身边 你就是我吃不掉就给吃的 所以我移动的食物处理剂 爱到深处 香如以沫 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啦 从香如以沫 升华到护黑的邓超 孙丽夫妻俩 除了晒护怼日常外 在昨天深夜 娘的孙丽也是深情了一把 为我们讲述了超霸 在枕边的小秘密 真希望她永远在我身边 不要结婚 结婚了也不要和老公住在一起 不希望女儿嫁人离开架 甚至要搬去女儿拿给她做保姆 超霸果然是一块巨大的人体绊脚石 然而长大后的小雪姐姐杨子就因为没爸爸的管束 在事业上顺风顺水的同时 还收获了疼爱她的男友秦俊杰 前两天 这个任性妹子居然空降男友粉丝群发了一段语音 谢谢你们喜欢她 喜欢她的同时也要喜欢我呀 对于两人的恋情 女友粉本来就是持装看不见的态度 如此行为 也是让秦家女友粉纷纷表示 傻早贴 随后 男友秦俊杰也是私信粉丝 为其行为买单 表示觉得是粉丝误会养子 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的错 其实还不是恩爱修过头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女友 不是自己本人 这个悲伤的事实 同样恩爱修过头的王思聪和豆丹 在今日被爆出 王思聪现身街头 牵手神秘女子照片 而豆丹 几个社交账号也全部封闭 这也就验证了两人的分手 怪不得前几天 豆丹就敢po出 如此尺度和男同学拍毕业照 难不成这是霸道总裁的醋坛子 被打翻啦 今日在某采访中 邓子琪又表示 因为网络暴力 让自己多次想到自杀 张你曾经有没有试过 不开心到想自杀 真的 小鲸鱼还强调 是不是只有写遗书才会相信我 老爹在这里要强烈谴责笑网络黑子 请还网络世界一片净土 明知道文明你我他 却偏要触碰规范的乔新 也是在今天被网友指责 在某综艺节目中 乔新仿佛置身T台般地将消防服 成人漏坚衣 瞬间引发网友不满 老爹认为 身为工作人物 一定要做好正确的示范 今天不拒黑子的大S 分享了自己的纹身照 并破文 我是人妻 我是妈咪 但我还是我 我的内心是自由的 如此慷慨激昂的内心独白 搭配霸气纹身和直男秘枝角度自拍 这种自信无捋镜的style 老爹我就扶你们S姐妹花 我的山长就热得看笑话 同样有纹身护体 还有那里三座影后奖杯 加身的小姐姐周冬雨 近日也被爆出 身边的随行人员也get到 冬雨和斗镜铜的同款纹身 这一个在头一个在脚的纹身 而且还有身边的人 陪你们一起纹同款 这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和王妃大女儿姐妹情深了 好了 今天818就到这里 老爹我怕疼 真的不敢闻闻身 那么就只能听着三小只的加油歌 睡觉了 明晚8点18分 继续听老爹讲娱乐圈熊孩子那些事